現在在我的世界裡面呢 也是非常美麗的一個景象 因為有女神出現 還有男神出現 謝謝你 我 欸 我試試看做男神的 我是李蓮的 你們兩個跳進來個嘛 我剛才那個是詠梅 其實你們兩個很多魚欸 多魚多魚 直接馬步幫你咔掉 我今天沒有吃魚 我吃雞肉 我很辛苦欸 這樣講話 好啦 先跟大家說聲傍晚好了 傍晚好 這裡是LOVE972 O耶女最正 我是堅文 我是詠梅 我是李蓮 嘿 可是今天呢 我們直播室總共有五個人 另外兩個人是誰啊 女神 男神 女神先講話 來 女神 大家好 我是蔡其惠 啊 女神 啊 大家下午好 我是方展發 男神 欸 要喊多兩喊 因為要幫碧玉姐姐喊 所以因為是碧玉姐姐的關係 所以呢 要先問她的問題 她說 最近看這個 來自水星的男人 發現到呢 Pierre 你瘦了 怎麼了 哎呦 她心疼了 哎呦 她心疼了 怎麼說 因為當你是一個芭蕾舞蹈員 你的 妳的 妳的肌肉不可以太大 嗯 而且 呃 如果太大的話 連其他的地方也是會變大 對不對 哦 碧玉姐姐會關心你其他地方 對 妳的腳不可以太大 不然的話就會大到妳的女神的腳 蛤 真的嗎 就是她是一個舞者的身段啊 她必須修長 她必須要 lean back 不是說就是很 muscular的那種 OK 了解 可是這個除了是方展發的秀身材之外 Page也是秀身材 我懂 我懂 我當然懂 我們很支持這部劇 所以其實大家看了其實只是一點點而已 其實我們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我們其實真正有拍一個Photoshop 我真的還有穿不同的內衣 然後拍了一本寫真集這樣子的東西 哦 真的啊 幾次出版 幾次出版 可是在戲裡面都是就是 輕描淡寫這樣子過的 哦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忘了拍的時候 我其實應該拿去燒掉個笑 我不知道那本書在哪裡 可是戲是輕描淡寫 戲是輕描淡寫 可是妳就是直接就是拍了一個專輯 我畫了整個下午拍那個專輯 是妳自己要的嗎 不是我要的 我怎麼會要 沒有 我關心 我關心的是 是妳要求啦 反正都已經來了 Come on 可是她剛剛說了一句重點 她說 現在已經不知道那本書去哪裡了 對 誰收藏啊 真的嗎 真的 我們趕快去找那本書 那時候還蠻糾結的 因為他們那時候 我們的堅持他要有這段戲的時候 他就拿了很多照片給我看 想 哎 我要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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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啊 不行啊 太暴露了 然後我們就 discuss 就溝通 然後最後找了一些比較適合 我可以接受的尺度 所以金智以什麼標準為標準 是不是以那個V的品牌 然後插上翅膀的 秘密的 以秘密為標準 我知道 我只記得看到很多 日本模特兒 日本模特兒 我只是想想看 他也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 沒有沒有 他只是在我們拍戲那場戲 穿著白色夾克的那場戲他在 我们说的呢 就是最近刚刚才热播 开始热播的来自水星的男人 其实国庆日当天呢 就已经播出了这特别的片段 那现在呢是在八频道 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钟播出 那我们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奇 包括方展发 他第一次当舞蹈员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经过什么样的一些秘密的训练 是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刚刚女生的问题 最好奇的我已经问了 接下来是问男神了 我们广告之继回来之后呢 再继续问一问啊 这个芭蕾 先说一下芭蕾舞你练了多久 练了多久 现在还在练啊 变爱她了呢 就上瘾了 上瘾了 稍微要了解更多了 到晚五点十四分 在我们的这个 欧夜你最近的直播室当中 请来的男神女神 有蔡奇慧还有方展发 欢迎欢迎 欢迎 来自水星的男人 一般男人是来自火星的 女人才来自水星 所以呢你哥就是一直 就是汉伟的角色 是 他骂你姑娘姑娘 是因为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吗 很女性化的意思 他一直叫我姑娘 好像是因为小时候 我一直一直哭 什么东西都会哭 开心 比较感性 是 而且从小我很喜欢跳舞了 所以他觉得男生哪里 哪里会去跳舞呢 跳舞是一种很姑娘的职业 职业 所以就这样啦 从小一直叫我姑娘 所以就不用需要你好像演一个很姑娘的人啊 没有他在里面很man啊 很man啊 我觉得舞蹈员是很man的 你看他们的体型啊 他们的肢体啊 就是很好看 很很有那种气势 而且舞蹈需要力量啊 没有力量是不可能就是把舞跳好啊 而且要跳得美 对 要有美感 美感是力表现出来的嘛 是 那在来自水 来自金星 来自水星 水星 你去了买颗星了 哎呀随便的就是星了 需要迷惘星了 来自水星的男人 这部戏里面呢 方展发需要学芭蕾舞蹈 那刚才他就说呢 现在还在练芭蕾舞啊 你迷上芭蕾舞了 迷上了 因为我学 之前我学了 我学和气道 这个阿基道 学了十一年 因为我觉得 当我学跳芭蕾舞的时候 感觉好像 很像 可以结合 很结合 因为像一种 一种舞啊 好像在跳舞一样 而且你 刚好要找那个 平衡点吗 平衡点 所以每个动作都是 看起来很美 但是 很具体的 有很多的训练在里头 然后呢 也必须要把每个肌肉 练到有它的记忆点 所以你会劈腿吗 等一下 你这个 这个意思是 你说剧里面是不是 剧里面 真的劈腿 不是说动作动作 不是感情状态 动作 有没问 你吓死我们了 真的 你要做 我自己也曾经学过芭蕾 你也劈过腿 不是 劈 劈 劈腿 劈腿 很多次 没有啦 那个时候 其实如果你每天练的话 真的可以成功的 真的可以 但现在已经不行了 所以皮奥现在还可以 可以吗 到一个地步了 不是说完全 所以接下来如果有说 like 一些 charity show 如果 如果 被逼的话还可以 如果被逼的话 OK 好 先知名都听到了 听好了 他要被逼才做得到 家里古山男神 要在电视前劈腿 就要靠大家了 被逼 劈腿 劈腿 是 不过其实两位 就是 齐慧跟 方展发都会有感情的牵扯 而且这当中还牵扯到 方展发的戏里面的弟弟 冯伟中 这夹在 三角恋情 怎么办 夹在这两个中间 发生什么事 两个半 因为冯伟中 他饰演的角色 他是 就是属于 结地恋 然后 他是单恋来的 我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 哎呦 可怜 那对我呢 我跟他是欢喜冤家开始 就一直在吵 这部戏的前十集左右 都是一直在吵架的 对你们现在一见面就开始吵了 对其实我们戏里面跟戏外都是在吵架的 其实戏外是比较搞笑的吵架啦 戏外有什么好吵的 应该是斗嘴吧 算是斗嘴啦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喜剧细胞的男生来的 我觉得 所以在戏外他讲的什么东西 我都觉得很好笑 只有他会笑 所以是你笑点低哦 可能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哎 你不小心得罪方展发勒 你讲到讲笑得好笑 你讲啦 你糟糕了 这样剪我 如果是周围的人 可能就是他们没有认真去看待你的笑话 他们没有注意听 对 我很认真对待他的 哦 他想不开始呢 嗯 不过这一出戏呢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蔡奇会不一样的表现 除了就是身材的 就是秀身材之外呢 其实也看到你会搞笑的嘞 再也不是那种哭上着脸 哎呦很悲情的一个感觉 讲一讲你在演这出戏的时候 想不想 会不会很享受呢 非常享受 因为之前拍的那部电视剧 是十年你还好吗 所以非常的揪心 然后这次有机会尝试一下喜剧 然后我的角色 当然他不是在特别的搞笑 就是戏 戏种就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 当然我有很好的搭档在这里 所以大家 大家培养出的默契其实非常自然 有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 也脱离剧本了一点点啦 就是当场有什么感觉就 就当场感 是哦 所以有脱稿的一些表现 有时候 脱稿也没有脱衣 脱稿也脱了 脱了也脱了 也脱了 也不是什么都脱了 脱了拍然后藏起来了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说 算是你在演技上的一些突破了 对表演方式会有点不一样 就是以前拍的戏是比较内敛的 现在是比较 什么叫 比较外放 外放外露的 外向的那种 或者是很真情流露的那种吧 对就 就比不算是夸张啦 可是就就只能说是比较外露的 一种表演方式 就跟你个性很反差 其实也还好啦 就是我很多人都觉得我很近 我是的确是很近 就是如果是不在工作的时候 就喜欢在一旁 就是conserve energy 可是其实是认识我 比较长时间的时候 我跟你舒服了 大家有一种默契之后 其实我还蛮goofy的 OK 你就找着到charger了啦 随时可以充电 OK 不过这部戏当中 其实讲的就是 男女的那个所谓的既定印象颠覆了吧 对不对 所以你们自己本身怎么看待 男人现在是不是可能 不需要像以前那么辛苦了 一定要有一副很man的样子 是 来男生回答一下 我觉得真的 嗯 现代的男人 可以 想哭就哭 想想说想想吵架就吵架 不一定要一直像 压抑自己 对 要那种冷的哭的感觉 嗯 就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都带出来一点点 其实女生更会享受 更会被这种人吸引 因为你可以跟他们一起沟通 我觉得啦 嗯 他们说 有些人说男人不坏 女人不坏 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当男生可以注意听女生在讲什么 跟她一起哭 跟她一起分享 嗯 听她在讲什么 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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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真的会P了 就沦陷了 就P了 P for Pierre 所以刚刚Pierre讲的那一段 碧玉姐就更爱她了 是 如果碧玉姐现在在这边的话 看她已经 她有在听的 碧玉姐你好 吃饭了没有 哈哈哈 是 这句话要Pierre讲 Pierre请讲 哈哈哈 吃饭了没有 等下我直接打电话 哦 不要 不过从从女性的角度来看啦 这部戏有没有让你觉得说 男人其实也可以在 呃 女性主导的一些领域当中 也可以有自己一片天这样 当然啦 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不是feminist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如果你是喜欢跳舞 或者是你比较喜欢比较所谓属于女性化的一些职业的话 我觉得可是你有passion跟做的好 我觉得why not 是 好像很颠覆哦 大概我想 我想这个话题十年前我们还在讨论 怎么样让女性跟男性平等 可是十年后 诶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男性在这个女性的行业当中 能不能够脱颖而出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好像女人也要越越像男人呢 诶 怎么说呢 好像很多东西都要做主啊 然后 需要背上多一点责任啦 对对 而男人可能已经害怕了 因为背负太多责任了 你知道吗 您不觉得现在很多男人不想负责任咩 诶 诶 诶 这句话你说起来有气哦 还不说一下 有怨是不是 我们开讲的话两个小时都不够 还是说的也是 所以会不会觉得现在男人 比较不像以前男人这样啊 就是 真的可以成为一家之主啊 我觉得特别是在新加坡吧 因为新加坡的女性她们受的教育高 然后能力很强的 所以有时候你不让她们做 她们还觉得不舒服呢 所以她们其实也很愿意去承担一些责任 不管是在家务市也好 或者是家里的经济一些情况也好 她们其实都很勇于去接受 那PEERS是怎么做的这个Balance How do you balance 什么东西你男人做主 什么东西女人做主 我看这种东西是要看的 每个couple的strength and weakness 你不可能说 OK男生应该这样做 然后女生应该怎么做 谁比较强 谁比较有这个能力 就谁负责任 对 果然是现代好男人 可是还是很抽象咧 不如我们让他们先休息一下 再想一想 等一下再来拷问 看他们这两个人 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让步 让另外一个异性来做主 No No的那种 上后来聊 说到这个开心 我记得不久前呢 就访问齐慧 蔡齐慧 关于她在十年你好吗 戏里面的这个角色 我记得那时候你说过一句话 让我一直反复在想 她说 我希望大家看了这部戏里面 蔡齐慧演的那个角色之后 不要像那个角色 那是Page那时候自己讲的 那现在呢 来自 水星的男人 来自水星的哪一个 这个太空人 你会在太空迷路 被撑衣人 有人在 送我来上海里 欸 神奇了 So man So man 生气了 太好了 可是等一下你 你hold住你的气 我还是要先问回Page 来自水星的男人这部戏里面 你觉得这个角色又会给人家什么样的感觉呢 这个角色他是非常典型的职业女性 所以非常大刺刺的 所以有什么话非常直接 连上司如果是男生的话 他其实也不管 他觉得他自己对的话 就会发展他自己的意见 这是女主管的特色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个角色的 说真的 他其实他不是无理取闹 他不是好像有些女人很八道 他是觉得坚持他自己的立场 所以而且是讲道理的 然后遇到这个 他觉得非常没有礼貌的小男人之后呢 就跟他吵架 然后不知不觉中发现他的优点之后 其实也慢慢的露出他小女人的那些 软化了 对软化了 然后也非常有女人为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刚柔病和的那种 Balance 我其实蛮欣赏的 我就作为女性 特别是现代女性 其实要坚强的时候该坚强 要温柔的时候该温柔 你就看 当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方展发那么温柔的盯着他看 继续讲 因为我在戏里面也算帮了他许多啦 老实说 老实说 是是是是 哪一方面 当然方展发的华文进步很多 但可是因为他这部戏里面需要说很多跟芭蕾舞有关的一些技术 所以他常常都会找他旁边的人求助 所以有啦 对吗 可以对吗 很好的对手就对了 最火大大 他们刚刚就是在讲了一个就是很老套 但是又一个很写实的一个话题 就是机会问方展发说 你会不会就是抗拒帮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女朋友 或是你的女伴提手提包 等一下等一下 你这句话要问得对了 就太太而已还有女朋友 因为他有进化的嘛 以前我不会介意 以前我不会介意 但是现在呢 被老婆训练 我不会帮他拿他的皮包 给老婆不要是不是 对 他觉得有点 怎么说 他不能把这个东西当作理所当然 你要帮他拿 是是 而且他觉得有点 姑娘 有失你的男士风景 当然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帮他扛 但是 他的背包还是什么 他宁可自己 哇 很好啊很好啊 可是你可以坚持的啦 可以坚持 但是你有看我老婆的方法 只要限制到他拿的是什么 很滑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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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太太是很有女人味的 所以他的包包也是很有女人味的 就是女人拿包包就是 就是他的时尚的一种啊 就表现啊 所以他就是要自己拿嘛 所以如果机会的男伴坚持要帮你拿呢 让我来 让我来 我不会 我不会坚持他拿啦 我也不会有这样子的要求 OK 当然 不会啦 完全不会 真的 当然一个男生如果非常抗拒的话 我也不会怪他啦 因为我真的 真的觉得不需要 嗯 那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没有做过 像方展发 有没有做过最女人的事情 然后 Page呢 就是最男人的事情 最男人的事情 想想一下 我本身是个运动员 所以以前在练球的时候 差不多 full time练球的时候 五六天都在练球 所以那时候还算 我觉得还算挺man的啦 我当球员的时候 算是最man的那段时间 当运动细胞拳打开的时候 对 如果你们要看我出炉的一面 就要看我在球场上的表现 哦呦 哦 来啊 英姿 谁怕谁 什么球 什么球啊 还也是运动员 英式女篮 英式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靠你们了靠你们了 这个 我们来一个 新式随便篮可以吗 哈哈哈哈 骗了骗了 你最女人的一面 对啊 我很想看 呃 哈哈哈哈 可能 可能 当我们拍戏的时候 最多我 只是问 呃 Page 你想不想 因为我 我拿的那个包包是 可以开来做的嘛 哦 我就会说 Page 你要不要做一下 哈 就这样哦 就是温柔啦 他是蛮 gentleman 因为之前我们在 呃 马来西亚拍过戏 然后其实那时候 爱都看也是有报道 就说 就说他很 gentleman 就是会帮呃 一些女 女生 就是我们的staff 我们的呃 工作人员 搬一些有关系的一些道具 嗯 他都会帮忙啦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很远嘛 他都会帮忙啦 所以他 他他他他你这怎样姑娘都很man呢 怎么办 对 对 练情面 练情面我会有点温柔啦 但是 I mean Outside of work I mean 我看一个 而且这些都是认证的 我看他们拿那么多东西也是 于心何忍 有点 呃 不忍心 可怜他们 对 当成做运动也不错哦 练肌肉 哦 所以啊 大家就要好好的就是在每天 就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呢 晚上九点钟 看看这三个来自水性的男人 如何去发挥他们女性的一面 但是却继续保持他们男性的坚持 其实也可以透过Toggle.sg 如果你没有办法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九点看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Toggle.sg来追看 或是像江坚文啊 白天的时候看啊 我们每次在喂奶的时候看 用奶瓶用奶瓶 奶吧奶吧 没没没啊 其实我觉得今次可以考虑把这个主题呢 延伸 就做一个续集 来自水星的好男人 好男人 好男人 先追这一次了 然后呢 因为这次的收视才能够决定 有没有第二集嘛 希望大家都支持 加油加油 谢谢两位 今天来到两位 谢谢 Thank you